那么钱放在哪是最安全的呢 最近啊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就显示 2016年的年末住户存款的余额为60.65万亿元 同比增长9.9% 那么哪些城市的市民存款是最多的呢 数据显示了近乎两成的住户的存款余额都过了2万亿大关 分别为2.8万亿和2.5万亿 而且人均存款也排在了前两位 北京呢达到了人均的12.9万 而我们上海紧随其后达到了10.4万亿元 而值得注意的是 在这次调查当中除了北上广深四个一线城市之外 重庆成都的住户存款也是超过了1万亿元大关 而且增速明显 这几年呢凭借着信息经济高度发展 电商之多杭州在住户存款方面的表现 也是颇为亮眼的达到了7914亿元 超过了经济总量高于自己的苏州和武汉位居第7名